大家好,我是宥谦科技DRAKER 那今天我們主要講的這個議題呢 是針對在Cineb 2019.3的這個平台上面 以一個旗管 這樣子的案例來做熱流以及結構的一個偶合分析 來展示給大家看 那首先我們先針對我們的3D模型來做一個讀取 那首先先點選文件這邊導入CAD 那基本上在Cineb的平台上面可以讀取的CAD模式 包含大眾常用的CAD軟體都可以做一個讀取 也可以讀取轉檔的格式 那我們這邊先點選其中一個模型點選開啟 確定 OK那我們就把我們這個旗管的模型做一個讀入的動作 那我們現在在畫面上看到這個是一個3D的旗管的模型 但如果我們現在要跑熱流分析的話 我們必須把流體的實體部分也需要長出來 並且鍵網格來做分析 但我們一般在3D模型讀過來的時候都不會有這個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可以在Cineb平台上去做一個建置 那首先我們第一個動作先點選網格 然後給它一個網格的比例 好點選確認 它就會開始針對我的現在的這個旗管的固體的2D網格去做一個鋪設 那這邊值得一提的就是在Cineb平台上 基本上它都是你要在它的模型上先給一個2D的網格 才能做各種不同的模型編修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現在把2D的網格建好之後 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我們的上面一個網格分布 那因為我們這個管壁它本身是比較薄的 那我們現在看到畫面上它這邊只有一層的網格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切換成另外一個分層的網格的分布方式 好我先點選這個面給它一個3層 點選確認 就可以把一個3層的網格去建置在裡面 那這樣對於我在跑分析系上面的網格品質也比較能夠顧及得到 完成之後再來我先針對我的網格控制的部分 針對提網格陳述這個部分去點選我的整個氣管 點選確認 那我就在這邊把它的網格的一個控制條件把它建置完成 完成之後再來我們要開始去建置流體的網格模型的部分 那首先呢我們先選內壁 然後按右鍵這邊去選擇一個相鄰的層 點選應用 我就會把內壁所有的壁面去做一個選取的動作 那我就可以清楚的看到像現在畫面上紅色的一個分布的部分 那這時候我就切完整幾盒 點選體 然後 創建流體域 在這邊記得在創建的入口跟出口的那個面 一定需要讓它重新去做網格的鋪設 點選確認 那我們這邊就會把流體的網格模型把它建置出來 好 那我們現在建置好之後 你會在畫面上清楚的看到我們在 裡面原本是空的多了一個2D的網格出來 那在我們的收藏圖上面也會看到像這邊有一個flow body的這個網格模型出來 那這時候我們先把固體的部分先關閉起來 那我們現在要針對這個流體 也就是我們這個流到的網格部分把它生成出3D的實體網格出來 那首先我們先針對要長邊界層的面 去把它做一個group的動作 我一樣點選右鍵 選擇相鄰的層 點選應用 把我要長邊界層的這個面去把它選起來 右鍵 去把它做一個group的動作 點選應用把它建置起來了 那再來呢 我們來切換到網格部分 點選CFD網格 先點選我們的這個流到的這個 網格模型部分 那再來在我們的邊界層這個面上呢 切換過來去選我們的group的這個面 完成之後它去選擇它預設的方式 點選確認 它這邊就會把流體的實體網格建置出來 之後呢 我們會看到我們現在3D的這個實體已經完整建出來 包含我們的邊界層也長出來了 那在這裡我們如何去辨識說 我們這個模型有長出3D的網格呢 第一個部分我們會切換回我們的模型的這個頁籤來看 我們會發覺這個FruitBody的這個 這個模型本來是這種線 下面這個像線的這個模型 然後現在變成是一個紅色實體的標示 那這個就代表說它是已經長出3D的一個模型 相對的在我的pipe就是管閉的部分 它現在是一個紅色線表示 那這個就是它現在還是屬於一個2D的一個網格狀態 那當然我們長好流體的網格之外 再來我們就要針對固體的3D網格去做一個建置 那因為固體的部分它不用考慮到流體編譯成的這個問題 所以我在建置網格部分我可以直接選擇體網格去點選我的這個模型 那以四面體網格方式建立 那給它一個網格比例 它就可以去把流體的網格去做一個建置的動作 建置完那個固體的模型之後 我們央在我們左手邊的樹狀圖 可以看到它的模型從紅色線的模型 變成是紅色實體的這個顯示 所以我們現在把流體的部分打開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清楚的完成的幫我們這個旗管的網格部分 已經算是處理完成了